大家好,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有一家店去年冬天我就想过来吃了 他们家用核桃炭来烤肉 我从来没有吃过核桃炭烤的东西 不知道风味怎么样 但是想想核桃炭 哇,就觉得很刁砖,很讲究,很高级 所以今天我们来试一试 工作日六点半我们就到店里了 想不到已经开始排队了 这家店营业到半夜三点 之前我想找一个深冬的凌晨去吃 想想室外零下十度 在屋里吃着暖和的烤肉都没有感觉 可惜一直没有小伙伴肯跟我约 一拖就拖到了夏天 肉并不便宜 我以为北京的物价高 一查原来他们沈阳,大连,广州都有店 全国统一价格 我们南方比较高级的炭是橄榄炭 一般用来煮水泡茶 想不到核桃也能做成炭 火力还非常旺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先烤点肥的牛松口 火力太旺了,夹子够短 我手上的寒毛都被撩了一片 非常急速的就能把肉烤熟 看滋滋冒容 调料是自取的 中间那碗是我根据他们的提示调的沈阳酱料 有麻酱,白醋,白糖,酱油 这是他推荐了沈阳的调料 哦 这火真的很烂啊,这火 炭烧的反应那么红,这样就来 吃起来 看 这火真的很烂啊 这个火 炭烧的反应那么红,这样就来 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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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起来 酸甜香复合的味道 然后肉炭烤的香气 才慢慢的展现出来 他们的肉大多切得细小零碎 切成片的上 这到一百块的上脑 我觉得性价比挺低的 它家价格确实贵 北京有一些什么 这种烤牛肉什么的 是东北风味的 是他们这的二分之一的价格 它就可能中修人的好一些 还是牛胸口吃着香 炭烤的香气挺足的 糖筋我不知道是什么部位 有的像贴骨的筋膜 有的像牛腩的白筋 有的像牛头肉 所有东西蘸这个圣洋酱料 都变得无敌好吃 想不到他们有我最爱的饮料 这个广东话叫 寄莲汽水 我来看看它这个肉有多重 因为它按钮买的两块钱一块 块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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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链子 你吃几分熟,七分还是五分熟? 七分熟还是五分熟? 七分熟,七分熟 那你我可以多多熟熟,多熟熟 看汁水多么丰盈,一块鲜蘸盐,吃出食材的本味 两个人沉默地吃,根本不想说话 他这种是国产的雪龙 虽然很肥,但是留着味道很浓 它就是日本来的鲜蘸的精子,在炸焦 拌饭有三个糖心蛋,相当豪华 跟石锅拌饭用的酱不一样 他们用的是,好像是蘸肉的烧烤汁 我把沈阳酱料倒上去 有点丧心病狂的好吃 水果罐头东西很丰富 有黄桃,菠萝,草莓,香肾等等 我吃到了八十年代水果罐头的味道 好复古的感觉 这是我吃过最贵的白鲜 这种鲜子不值钱 我在我家乡的海鲜大酒楼里 吃过一块钱一份的 不过味道确实鲜 烤牛75克 好,也不算很夸张 有可能有误差 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并且我也不保证我这个拼多多买得称准 最后他们主动赠送了水果罐头 其实差不多 这家店呢 就跟我在东北吃到过很多 杜宾烤牛肉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它确实有一些升级 比如说用核桃炭啊 比如说有很多的饮料可以吃 环境也确实很好 怪不得人家能够卖 以别的家贵一倍的价格 值不值得推荐 还是看大家的钱包决定吧 我是无所谓 一定要减肥的失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 可能会转发 谢谢大家